歡迎回到發達廣場的時間 我身邊的嘉賓繼續有Herry Herry 你好 你好 這節要和大家看看大市的走勢 看到現在這一刻市是升167點 現在在20232點 四伏來講挨近1% 至於成交額方面是144億 期指數是9958點升90點 至於期指方面升157點 20210點 低水下是20點 成交欄方面已經超過2萬張 見到未來會宋公佈內地一系列的數據 見到市場有個升勢 關不關是內地公佈數據 受到憧憬影響 還是依然受著外圍消息影響 我們見到周內股市做得不錯 特別見到恒指已經站在20,000點以上 今早也見到剛公佈CPI和PPI的數字 下午也會陸續見到不同的重點經濟數據 例如工業生產方面的數字 或零售銷售的便福 這方面看到整個大市本身的觀望情緒也會在 如果你看到大市周来也有不同的业绩的发布 刚刚见到这两天都会陆陆续见到一些豪岛股也出业绩 未来都会见到一些市场焦点少少的股份 例如TCL方面 也会见到在太古系方面也会发布业绩 这方面也见到大市除了观望业绩之外 也会对比起整个本身的外围表现 尽管见到昨晚也有一些联储局的官员方面 也说到他们觉得现阶段的量宽措施已经充足了 对于整个本身的新量宽QE3的一些措施 预期方面其实减低了的时候 整个美股方面较为反复 但其实整个市场也是不断地冲敬 在欧洲尽量会在这个月里面甚至在九月初 也会出手买债 压低整个债息 这方面的确令到整个欧债危机的方面也会有舒缓 在这个预期令到整个市况也会好些 投资者如果在这个时间也会问行资已经升了这么多 现阶段可否再入市去买不同的个别蓝筹股份 我自己就会看回 如果由业绩方面去看回 其实业绩方面很参差 你会见到比如港交所又或者国泰这些表现 其实做得不太好 如果你说选择不同的蓝筹 趁着业绩去买入的时候 不如选择一些与经济敏感到相关比较低的股份 可能会较为明智之选 尤其是外围方面的情况 尤其是欧洲方面大家都会很关注之外 其实美国方面 好像QE3或者会不会有一系列放宽的措施方面 大家都会很关注 像之前的商品油好像油那样 之前因为大家憧憬 QE3的出台都是抽升了上来 见到近期国际油价方面都有一个声势 但今日见到国际油价方面已经是个别发展 美国上周的原油库存减幅来说是较预期大 但对于油价来说支持可以说是有限 见到9月旗油方面 收市昨天报每桶93.35美元 是跌了32美先 而伦敦布林特旗油方面 收市报每桶112.14美元 是升了14美先 要问一下Harry 其实自从6月底来说 油价来说已经升了不少 你又怎样看油价方面的走势 跟国际油价方面比较挂勾 偏向883的这条股份 你又怎样看 我们见到除了说到外围经济 对整个量宽措施的预期可能比较参差之外 之前亦有一个 见到上个星期 其实整个市场在憧憬 联储局和欧洲央行 将会联手推出一些刺激措施 令到经济会做好一点 这个预期令到国际油价方面 持续地上升 如果你看到最近的低位 其实见到6月28日 纽约旗油方面 其实只是做78美元一桶 如果对比起 刚才Mac说到 93美元现价来说 其实已经升了接近20% 这个情况也会见到 在伦敦方面 布兰特旗油仍会升了22% 在这个期间 这个预期也会令到 不同的经济预期 即是见到 尽管见到欧洲方面 经济数据方面 其实表现得比较差 但你会见到 美国方面本身的经济 由于刚刚那个礼拜 发布到一个就业数据 说到非农业新增 正贵方面 有16万多 也大幅多于市场预期 不同的投资者 也在憧憬 其实美国本身的经济 会在未来这两个月 会做好一点 这方面也会刺激到 本身原油的一个需求 也会带动到整个油价 会继续上升 短期来说 除非突然间见到 一些经济数据 是做得比较差些 又或者是有一个转世的情况 我相信油价 也会是 特别是在纽约其油 其实是会朝向 100元的方向去发展 这方面 如果Mac都问到 当讲到国际油价 也都自不然 观众会问 不同的油股会是怎样 如果讲到883 这种表现 讲到中国海油 最近见到股价 除了油价上升 有刺激之外 他们自己本身 都会在南海方面 亦都会加大 这个嵌探的一个范围 再加上他们自己 本身都继续在 煤层气和岩层气方面 有一些比较新一些的业务 令市场憧憬 即是未来他们的 产出量也会持续增加 但是你说在股价表现来说 亦都会是可能是比较高一点 如果你说买回中海油 这只股份的话 短炒的直播率 就不会是太高的 如果是一个比较中线的投资 不如厚低回到15.5以下 才去买入 如果你说看回 讲到 其实见到 今天 中国发布的CPI的数字 其实是这么低的时候 亦都见到不同的消息 讲到 可能会不会内地 见到整个不同的 国际油价 有个持续上升的趋势的时候 会增加成品油的价格 如果见到 最快说到 成本油价格的调控 亦都会在今晚深夜凌晨12点进行 这方面 反而会见到 投资者不妨留意 3006这只股份 3006本身做一些 比较下游的行业 见到整个 如果见到成品油的价格 有得上调的时候 对于自己本身的 产品的零售价格 那方面 亦都会有个大动 这方面 我短期来说 会较为去看好 中石化的表现 在图里面也说到 现在7.3.5的位置 距离近期的高位 例如8元 甚至高少少9元 这些位置 都有一段距离 我觉得这种直播率 可能会高些 不好 是你详细的分析 现在跟大家跟进 三大油估计 现在最新造价 看到中石化 现在是先升冷先 最新部7.3.5 而中石油 是先升6 最新部9.8.1 至于中海油 最新部15.9 是先升冷先 谢谢油股方面的分析 接着跟大家跟进 内地 就是A股方面 三大指数的走势 现在这一刻 三大指数都要跌 跌幅是介乎0.1至0.3 和大家看看 上证指数 现在要跌6点 最新部2154点 而沪深300指数要跌5点 2384点 而新正成指跌1点 而最新部9209点 看到今天将会公布数据 但见到内地股市方面 三大指数都要跌 似乎大家观望的指数比较高 我们见到A股今天表现 又会做下去 以看不同的一些 特别是看到PPI的数字 跌幅也会更加之大 也都令到内地投资者 担心本身工业的需求 可能是持续下跌 直到如果是一个 比较实质一点的刺激措施 出台之前 我相信A股仍然会 在2150点这个位置 反复上落 不好 其实数据越差 反而大家会 衷劲越来越多的措施去帮 好 谢谢Harry 这段时间差不多了 和Harry做个申报 刚刚所说的股份 自己有没有持有 没有 谢谢Harry 我们休息一会 待会回来 继续有直播的时间 大家不要走开了